Mamma Mia 是因為讀出來比較響後 而且始終是九龍城 老少咸宜一點 可能老人家都會讀 其實Mamma Mia是解釋我的媽媽 有一份親情和人情味 因為我覺得薄餅是一個很有人情味的東西 通常你是開心,大家共聚天倫 所以Mamma Mia有這份人情味 我們的風格挺特別的 雖然是意大利名Mamma Mia 但我和廚師合了意大利再加美式Pizza的混合版 這個是Pizza的底 即是麵粉、豆 但口味上我們也有加上港式情懷 所以很多各不同元素的精髓都放在Pizza 薄餅店用料有要求 採用意大利00號麵粉搓製麵團 厚薄適中的餅底 但牙得利不死實 現在抽風氣了 吃辣味 我們就有一個辣味的Pizza 試過幾次不同的材料 就發覺臘腸、潤腸 加上少許用白蘿蔔做個底 其實有少許像蘿蔔糕 但就是夾了 加上芝士 這樣出來辣味Pizza 不可以有違和感 通常會覺得幾新鮮 還有沒有想過說 有辣味 但也有很多客人會吃過三層味 因為始終味道比較獨特 而且不是周圍會找到這個味道 芫荽Pizza其實都是素食者 是OK的 因為素食者 但不是Vegan 有芝士 素食的朋友其實都喜歡 因為其實味道都比較濃 其實我們每一個Pizza 都會有一個蒜蓉香草的醬 去跟 但特別為這個芫荽Pizza 我們就直接加上芫荽 在醬裡 就更加出芫荽味 所以真的很喜歡芫荽的人 就會很喜歡 但對芫荽一般 當然就未必會欣賞 店最新還推出了這款 只是給手掌大一點的迷你薄餅 為何要做到這麼小呢 其實這個純粹是我女兒 剛剛一歲 就在想 可不可以做一個寶寶的Pizza 就跟我處鴿 他說最盡其實都要做到六吋 就做一個NanoPizza 就是六吋的Pizza 因為這區都多學生 現在開學 方便學生去Share 去吃 你要一個十二吋大的 除非他們去做Project 一起Share 否則Lunch Time過來 其實可能吃個小一點的Pizza 就不會方便一點 新推出的還有這款 用了煙沙文魚 Borata水牛芝士的薄餅 賣相一流 廚師還示範了 薄餅都可以是甜品的做法 這款用瓶子朱古力醬 香蕉片 棉花糖 煉奶 泡製而成的薄餅 邪惡得來又好誘惑 吃Pizza又會想吃雞翼 所以我們有個辣的雞翼 就用了元君益這個辣椒醬來做的醬汁 下次周末開Party 叫外賣記得下單 善癲 有é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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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é 走吧